后一环节 韩潜不伤感情 来 有请我们的五位企业家 来 我们先从杜子健这边开始 杜老师 我的弟子在上海 我的公司叫健健传媒 然后我觉得你现在有两个优点 一 你是可以 已经是一个专业的主播了 但不是一个带户的专业主播 秀场主播你没问题了 但是你在秀场里 这个主播的经验 可以做一个好的主播主管 把你定的产品是 服装和化妆品这两个 然后底薪是一万 其中有两个提成 一 主管提成 二 你自己的销售提成 好 关东 道家集团给你的岗位是 艺术策划 在工作地点在北京 其实我给你的岗位 这是个挑战 如果来了以后 有面临的挑战是说 面对这样一群劳动者 你应该给他们提供 什么样的营养 那么能发挥的是 你的专业 你的策划能力 你的市场的活动能力 但是具体做什么 需要你来了以后 才能真正地因你而涉岗 好 看来段东还真的是 对你充满希望 来 韩一 好 泰坦给你的职位 是品牌商务经理 薪资是一万五家 泰坦今年要在一百个城市 做会议 我们是科技型公司 我们是做数字超市的 我一直在想 泰坦缺一个什么东西 能让这些科技的展示 不要那么干 我在你身上找到了 就是缺点音乐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 你很适合 小叶 营老文化能给的职位 是项目执行 因为我们是专业的 公关活动公司 就是线下的活动 那我们服务世界 五百强的企业 但是因为你只有表演的经验 可能没有活动执行的经验 所以我们只能从 这个相对基础的岗位 给到你 请您给你的是一个 请您的娱乐主播 必须每天播多少时间 这个有要求 然后播出地点 我们前期肯定是到成都 因为成都我们好管控 好 谢谢老师 瑞聪 灭掉三盏灯 考虑一下 考虑好了 就出发吧 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老师 谢谢 好 树鹤段东和杜子健 进入到最后的PK当中 我们先从杜子健老师这边开始 来 杜老师 主播主管 我会给你一个团队 主播那一块的整个业绩 就像你带你的这个 刚才的这个乐队一样 你来负责他们的这个预言管理 就是工作地点 我一定要去上海是吗 而且要住在上海 好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段东这边 就像我刚才给你讲的 其实希望你能够 这是个新社的职位 我们希望给劳动者传递美的声音 让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愉悦 可能你要一人多个角色 有主播 有策划 有组织在线的直播 各个角色 老师 我想问一下 我到您的公司的发展空间 有多大 这个岗位呢 是新社的岗位 那么为什么把你放在市场部呢 我们现在呢 也签了一些MSN的这个 所谓的网红 是希望他能给我们的 这个到家服务 提供更多的知识 还有在线的营销的手段 所以呢 你如果能够 一方面做好这个艺术策划的工作 同时呢 还能管理他们 可能是你未来做活动营销 或者市场营销 这样角色的一个好的出发点 好 孙日聪 接下来呢 你要做出选择了 在道家集团和见解传媒之间 选择其中之一 或者一并拒绝 谢谢 再见 考虑 开始 所以你的考虑和选择是 我选择放弃 这个选择 我们想可能得问一下 我们的求职者了 我觉得段老师那边 我不是很明确 就是对于我的这个发展方向和位置 我觉得可能有点 杂 对于我来说 它是一个新的 像老师说的 是一个新的一个岗位 一个位置 杜老师那边呢 杜老师这边我觉得 可能离我的要求还差一点 你的意向薪酬是两万 对 希望薪酬是两万 你算不出来吗 你这个 以你作为主播的一个专业度 他那里面的提成很高的 不解释 解释就是演示 好吧 既然求职者有了他的选择 我们也尊重他这样的选择 也希望你今后能够 我们能够在更多的演出场合当中 能够看到你精彩的表演 谢谢你来到菲尼莫属 再见 谢谢大卫哥哥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